哈啰 各位快乐热热 帮我听到的 大家好 我是阿佩 我们说现在的现代人 大鸡大肉 吃了真好 阿佩只要去这个美食街 往往呢 看的都是人 但是我们在这个大鱼大肉 大饮大食之后呢 我们知道我们身体的健康 到底是要怎么来保佑 要怎么来照顾 今天这个空中要跟大家 好好的来聊养生 有人说所谓养生就是 今天要颠覆大家这个观念 为大家邀请来的特别来宾 是普罗拜尔生物科技的营养师 杨桂婷营养养师 来跟这部很中营养师你好 你好 主持人好 现在很重视养生 是啊是啊 那您当初怎么会想要 这个靠营养师这个执照 误打误撞 还是有兴趣 其实是有兴趣 有这个兴趣 其实就是像主持人讲的 这个营养的部分啊 其实现在很多人都应该要重视 而且我们吃得很好 但是不一定养生 吃得好不一定养生 其实这个观念可能要让大家 生殖在脑袋里 因为郎公公每天吃很好啊 我不需要吃一些补充身体养分的 其实很多人吃得很好 可能是偏食对不对 对 可能吃的营养素不够 不够完整 不够均衡 我曾经听过一个小朋友讲 我们不是都会叫小朋友 不要偏食 你还要吃 然后我一个公司 为什么大人都不会偏食 结果一个小朋友就说 因为大人都买你喜欢吃的啊 所以你不会觉得 有什么东西你是偏食的 其实大人也会偏食哦 有人不吃素菜哦 他吃肉而已啊 或者是他可能只吃他某一种 他吃的 所以其他的营养素 相对的就没有补充到了 是 对啊 而且在同一个家庭里面 有时候他的饮食的习惯啊 都是来自于父母亲 对 就会有某些营养素不足 对不对 我曾经认识一个家族 他们到晚的男性都有 社护线的问题 热乎酸 然后我想说 热乎酸其实是男生 都会有的问题嘛 可是呢 我想说 为什么他们家的频率 那么高 后来发现 他们家都不吃南瓜 所以其实 南瓜只对社护线应该 因为我们不能讲疗效啦 但是我就觉得 好像你从食疗里面 你也可以隐约找到那种美感 所以说你好像 没有再吃某一种东西 或者是你长期缺乏这个东西 其实你的身体跟你说 说什么东西吃不够 也会这样对不对 对 而且其实您提到的 这个社护线的部分 他那边你爱吃一些黄肉 肉肉吃得多 其实都有影响 你如果有一些抗氧化的东西吃得比较小 可能就较有这种的问题 是 现在人家无肉不欢啊 对啊对啊 看着菜就捏掉 是 菜又有困 够的菜要吃 吃一些的不吃 我看我遇到很多人都是这样 对 哇 真的是蛮麻烦的 所以我们今天也不是要买的 我们今天其实要给大家养生的概念啦 那我们还是要来聊一下 您自己本身是营养师 所以你自己在吃也会很注重 你每天会五行吗 五行齁 真的是有困难啊 所以其实 那如果说五行 可以借助一些 我们平常是可能 没办法一次就吃到的 所以我们可以借助一些 一些养生生品啊 哦 来做補充啊 真的咧 有一种人说 我每天要吃五食耶 直接会对啊 对啊 怎么办呢 其实有一些其他的补充品 你就可以补充 嗯 OK 那我刚刚有介绍这个 我们营养师 你是普罗拜尔生计 可以跟我们来聊一下普罗拜尔 为什么要叫这个名字啊 普罗拜尔 其实很多的观众朋友 都会说普罗 那不是我们外国的普罗旺斯 对对对 每天都会卡通 外国名称 你是普罗旺斯 其实我们普罗拜尔 他会合这个名字 主要是这个普罗 有普罗大众的艺术 哦 所以我们是为了 就是可以给很多观众朋友 嗯 还是听众朋友 所以 主以前就合这个名字 合这个普罗 嗯 啊拜尔呢 普罗拜尔 这个拜尔比较艺术一点啊 哦 所以就把它凑起来 这样普罗拜尔 是 不过就是很有洋味 是 可是你这个回归 就是说我们希望普罗大众啊 对 没错没错 健康的东西本来就应该要普罗大众这样 所以当初老板会创立的原因是什么 嗯 因为我们老板哦 他是比较属于 呃有养生观念的一个人 嗯 他本身也是达食品的 哦 他是富人大学比较的 哦 所以他那时候就感觉说 健康很重要的 嗯 你看如果一个家庭里面 如果一个人没有健康 其实他就 呃 有养云产物 哦 所以他感觉就是要对我们平常时就要用吃的方法啦 还是运动的方法啦 哦 就是可以帮助自己的要有健康 嗯 嗯嗯嗯嗯嗯 哦所以我们主要是食物去补充人体 我们公司所有的产品就是食物去补充人体 所欠缺的吗 嗯 对 他是有这个观念没不对 哦 好好好 OK好 所以 有一个有一句的 呃 一人中风全家发疯 整个月啊 真的呢 是啊 所以顾好自己身体是蛮重要的 但是怎么顾 美国又是什么 这个 这个也是一个学问 有的人说 诶我 知道健康要保佑啊 可是你的日常生活可能就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 对 我们也知道不要吃宵夜 可是半夜一到就想吃 是啊 对 所以让张宁就是也没办法控制的时候 适当的 可能某一些可以帮你的部分 这个就有效 当然我们也是鼓励大家 也不能光靠食物啦 对 你可能适当的运动也很重要 对 OK好 所以呢 我们最初成立的时候 大概都看到我们的民众缺点什么 集中在哪些产品上面 是 因为我们这个个年龄层都有自己需要的营养素 嗯 但是其实最重要的是你才有吸收 我们虽然有做这些东西给他吃 但是最重要的是他才有吸收嘛 所以我们的最基本就是对益生菌 你开始 哦 所以你们第一次产品是菌哦 呃 其实第一次产品是酵素 哦 酵素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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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對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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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藻类去发酵做这个酵素 是 没错就是要让我们 喝这个酵素后 可以去调整我们的体质 我觉得你这个讲蛮有道理的 因为我看很多人会在家里弄东西 可是你的东西是不是有完全的杀菌 我们不知道 那会不会 因为有些老一般的人 我们会说 当有睡觉的时候就会失去 其实会不会 就是有些睡觉 把你去看 也没失去 那你也吃下去 是啊 也是有可能 对啊 像你一个东西 放四点钟它就开始有这样 像像黏黏的 那也是睡了 那就是坏睡了 你吃到的感觉 怎么有炒症 味道去 那不是好的东西 我们会控制 我们要把它发酵 其实要控制它的温度 和它的时间 这样出来的东西 开始正常的 开始好的 因为我真的 我吃过那个胖了 这一半才好很小 可是你在吃了前半段 你不觉得它发霉了 所以某些食物在发霉的时候 你是肉 就是你没仔细看 你没看到 对 那个因为我们拿了 就吃吃吃 然后就突然看一下 就 为什么里面发霉了 那我觉得就是说 可能有完整的设备 制造出来的东西 跟你自己在家里弄 还是不一样的 对 对啊 没有人家的客气 听说有时候那种 一整组的机器 好几百万 好几千万都有 对啊 可是你在家的 那个铁盖啊 那个档锅啊 给它抹的 没钢 没钢 对啊 OK 所以我们一开始是菌啊 对不对 是 那后来就越来越多产品 对 后来当然就 因为每个年龄层都需要不一样嘛 像有时候有 需要更年期的 薄药啊 还是骨头的薄药啊 所以慢慢会发展 研发出 这些产品 我们23年了 是啊 所以这23年来 产品应该 不理得多 对啊 其实主要有60几种啦 60几种 OK好 其实台湾生技也是 算台湾之光 我觉得台湾的生技在 全世界也是算很有名的 对 因为我觉得就是大家都还蛮努力去研发啦 那当然还有一个 很大的 虽然有些人没够身体 但是也蛮多人种养生的 OK 所以我们说 吃的这种补充的东西 其实很多人走到最后 会从食物的来源 去补充 比如说 因为我们知道有些是 人家说吃薄药的嘛 就做成那种浓缩的 胶囊也好啦 定状也好 或者是饮品也好 可是有些好像已经从 我们的心脉来 可能你看得到的一些 骨类也好 来去做一个研发 我们后来好像也变成这样 对不对 对 因为就是要让他生活化 有的人更不爱吃药 像现在有些老人 可能一天就在吃药 不过你如果说 跟薄金品当做药在吃 其实是较不少 所以哪里能把他融入 我们的生活 平常是你就可以吃到 这样就 没有定义在吃药 有些人真的 比如说叶黄素 现在有在胶囊 我吞胶囊 好像吞药的同样 有些老人家确实不爱 尤其是他臭屉打开 已经健保 你能够去 对他有胶 又有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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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你在餐跟餐之间 叫他再去吃保健品 他会压 对 还有有些人吃那种 有些关系的胶囊 还有没有 囤固说这个食道会不舒服 所以我们到后面是研发 就是说从我们日常的饮食 什么这日常饮食 就可能 比如说泡的 就是说你早上就要吃的东西 就把它融入在里面 是不是变这样 对 所以那当时是什么时候 开始有这样的一个概念 我们大概是从民国92年 就开始去把一些骨类 开始去做这方面的一些开发 OK好 所以用骨类开发是什么东西 就是一般我们想到的五股吗 还是 那时候我们特别去国家 去加拿大那些 找一个给它做黑麦 那时候黑麦 可能台湾比较普遍 我那时候去找 已经是有机的黑麦 一次 我们台湾后 我们给它增加 植物奶的部分 所以那些産品 给它做黑麦奶 黑麦奶 黑麦就是女生 那个要吹奶那个黑麦 对为什么 因为我以前 那个很多年前的 小孩子就是怀孕妇女 生孩子后没喝 他就说要吃黑麦 所以它也有那个功效 所以你那时候就去找这个东西 对 不过我那时候 木头不是要吹奶 黑麦有什么 除了吹奶还可以干嘛 我看很多人把它当饮料喝 对啊 黑麦嘛 对对对 黑麦醇 因为黑麦它是黑色的古物嘛 所以其实黑色 我们以前老祖宗的 众议就是说 那都是养生的 我们读了说就是 黑麦植物奶以外 我们还有加钙 加一些 补充钙 补充骨头的 所以它这样 稍微让一些 四大人在吃 所以一开始是 你说黑麦奶 对 慢慢的演变呢 慢慢演变 因为一开始 有机的部分啊 跟现在的有机法不太一样 现在的有机法是 整个原料都一定要是有机的 含着在做的部分都是有机的 才有办法做有机的産品 对对 这很严的呢 所以我们现在就变成 说全部的原料都要去找有机的 所以才可以做现在新的这个産品 就是有机里麦的黑骨堡 对 有机里麦 现在很红的啊 是啊是啊 就是好像原住民的食物对不对 对 一定要吃这个对身体很好啊 那为什么叫黑骨堡 因为 就是有黑麦 黑麦 我们里面有五种的黑色的穀物 哦 有五种哦 黑色的穀物都黑色的 对 什么东西 有什么 像 黑芝麻 芝麻 然后 黑芝麻 哦 木耳 对 还有黑麦 嗯 还有 还有 黑豆 黑豆 哎呦我帮你看一下 哎呦 因为手上刚好有看到 黑豆 还有黑木米 哦 对黑木米 哦 哦 煮米 哦 还有鲤麦 哎 这个都很棒哎 还有黑木 有机 所以这几个都是有机的哎 是 哦 所以才能整整个这样合起来才可以叫有机 对包括砂糖都是有机的 哦 因为我是知道为什么 我先看过你们产品其实是 我在那个 因为我都会去那种有机店买东西 嗯 其实你们东西好像都会摆在那边 哎 所以后来发现 哎 今天要采访你就很开心这样 是 对对 可以了解一下原有 啊 我相信 出仔天 女朋友可能也都会想要吃一些有机的 哦 我只说吃一些用心的 所以给大家一些概念 那我们当初会有这样的一个这个产品 都挑黑色的原因是什么 呃 其实就是 还是在养生啦 哦 因为我们公司理念就是要造福比较普罗大众嘛 嗯 就是要让他们的一个身体呢 能够从身体内部到外都能够去调理 他的生理机能 是 那黑色食物其实像刚刚有提到 他原本就是自古以来都强调的一个养生的食物 所以我们就特别把这些黑色的谷物放在里面 嗯 黑色哦 我想到什么你知道吗 白糖 有没有 有有有 白糖 要吃黑的 是 所以我会喝黑豆水 对 还有一个就是说 油脂不好 是 有些男生有没有 对 肾虚这样 吃黑色的这样 所以很多人就会去找黑色东西 是 就不一定是这五个啦 就是想得到的黑色的好像就是补充对身体都会很好 所以我们就把黑色的减减的社会这样 我记得你们有给他一个名字叫黑五类 黑五类 对 就五种黑色的食品 而且是有机的把它综合在一起这样 对 听起来就是蛮养生的 但其实这五种 这五种的谷物也不是牵菜炊 都有机的嘛 不好找对不对 我看有些人请他国家来的对不对 对啊 因为像黑木耳啊 他就是 就是一般爱吃那个黑木耳的时候 他的 呃 循环更好啊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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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对身体也是很好 对 嘿 有有时候我也是会就是 自己弄黑木耳来吃 嗯 我就有人说 哎我要吃黑木耳 我又要吃黑芝麻 啊我又要吃什么 可能就是有综合在一起 要不要吃浓缩 这样快一点 对对 卡起来泡泡的就有了 对 对 但是有人说 就养生的东西拍一吃啊 欸 你们家东西 你感觉口感还不错耶 是啊 为什么有特别去做过什么处理吗 还是 嗯 这个有技术在里面 哦 就是秘密武器吗 对 哦 这样在里面 没有就是他在制作的过程 有比较特殊的一个功法 嗯 他的一个熟化 他的骨粉的技术 嗯 没有太高温 是 所以他可以保留他完整的营养素 嗯 所以你吃起来 你会觉得 哎 那个骨粉的香味 又可以 嗯 哦 所以 比如说一般 你要泡骨 你也可以啦 或者是你煮饭 把它放在饭里面 就是你只要想得到的 通通都可以啦 是 OK 就是听起来是蛮养生 对身体也是蛮不错的 对 好 所以呢 我们说 食补啦 我觉得这就是食物 就是你不用刻意去 买一些保健食品来吃 例如说你在一层 你也是要吃饭 你早上也是 也是要吃早餐 你可能可以把它当早餐 那有些人可能刚提到 把它加在饭里面 这也是一种食物 补充身体的一个营养素 对 你保你不够 因为有可能 你一天要吃到黑的东西 我觉得蛮难的 是啊 还生活中要吃到黑的 想想好像很难耶 对啊 还有它就是全穀物嘛 所以里面的膳食纤维 比你吃一碗饭的 量度更多 对 因为现在膳食纤维不够 所以就 有拍咪啊 对对对 确实 有啦 就是其实 你可以多吃一些蔬菜水果 帮助排便 但是膳食纤维多的东西 你也可以多补充 这样 OK好 所以咧 真的今天非常的开心 邀请我们这个营养师来节目 有没有跟我们补充的 就是 要让大家 如果身体健康的话 除了说 我们平常是 要有正常的生活啊 然后运动衣裤 也可以来补充一些 开养生的食物 OK好 今天我们在公众非常欢喜 邀请 第二个来宾就是 普罗拜尔生物科技的 营养师 杨桂婷 营养师来跟这部 分享这么好的资讯 谢谢营养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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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收我们 av